第九十四集 现在马上向叶道歉 埃里命令道 对不起 我错了 条丝正咬着牙 然后向叶好轩深深的一鞠躬 记住 如果你固执地认为 中医发源于你们国家 那请你拿出必要的证据来 或者你找到你们医学高手 来打败我 我就在清远 欢迎你们前来挑战 叶好轩冷笑 我们是有医学名家的 你等着 我会招来高手 向你发出挑战的 朴思成狠狠地说道 一场交流会就这样 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随后而来的记者们 蜂拥而至 将整个中医学院 围个水泄不通 叶好轩不想在新闻上露脸 与交流团一起早早地离去 之前清远 医科大学的交流会 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 而且当天的新闻接到 上面的部门不能发 之后 医科大学的正副校长 被撸了下去 这些记者 一直在关注交流团的去向 只是没有想到交流团就这样 不声不响地交流结束 这些记者们惋惜得直顿足 尽管是这样 但后续报道中 也让中医学院名声大振 稳稳地压住清源大学一头 交流会还算圆满 艾丽总算是见识到了中医的神奇之处 除了愤愤不平的威尔逊 和那个大韩国的棒子 对叶好轩依然不愤之外 其他的各位专家都显得非常的兴奋 在一场晚宴上 交流团女叶好轩以及汤县等人 坐在一起共进晚餐 叶 你可以教我中医吗 席间艾丽问 当然可以 但前提是 你的中文要学好 中医中涉及的东西太广了 页下你的中文虽然很好 但学中医的话不是不行 因为里面涉及一些古文 那好 我一定会学好古文 艾丽说着 突然抱起叶好轩 猛地吻了上去 叶好轩吓懵了 对于国外女人的奔放 她不是不知道 但猛然遇到 还是让她猝不及防 尤其是艾丽那火爆的身材 更是让她热血沸腾 只是众目睽睽之下 她感觉极为不好意思 你这是 干什么 叶好轩虽然极为不舍 这突然而来的香烟 但在场有几十人 还是让她理智地退后了一些 我听人说 你们华夏拜师 要有拜师礼的 这个就当成是我的拜师礼吧 艾丽认真地说 在场的中医学院领导 轰的一声笑了 艾丽的这个拜师礼 还真独特 叶好轩不由地苦笑 这艾丽真奔放 不过这大洋马 倒是有些与众不同 他颇有几分东方人的古典 又有西方女子的奔放与狂野 让人由衷忍不住 要征服的欲望 只是毕竟对方是外国人 叶好轩可没有那个胆子染指 单是他身边的几位 就够让他头疼的了 听说过几天 你们这里有一场医学交流会 艾丽又问 是的 到时候你会参加吗 当然会参加 唐显笑道 那好 我们就在这里留几天 然后也见识一下 华夏的医疗水平 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中医 大家前去参加 艾丽兴奋地说 艾丽 我们的星辰已经慢了 威尔逊有些不悦地说 没关系 你们可以先回美国去 我留在这里玩几天 顺便领略一下华夏的风光 也好请教一下 叶关于医术上的问题 艾丽兴奋地说道 随便你嘛 威尔逊对叶浩轩并不感冒 只是怂怂间 便不再说话 晚宴正常进行 为了照顾西方来的客人 晚宴非常丰富 有中餐 有西餐 只是威尔逊对中餐 非常感兴趣 正在进食的他 突然身体一看 按着胸口便倒了下去 威尔逊 你怎么了 Oh my god 他的心脏病又犯了 他搭过桥 有些东西不能吃的 天哪 把这个给忘记了 一瞬间 室内乱作一团 中医院长连忙联系救护车 现场紧张了起来 戴药了吗 在场的都是医学领域的权威人物 慌乱了片刻 便急镇定了下来 一名老外对着威尔逊的衣服里一摸 不由的傻了眼 该死 他没有戴药 威尔逊的病情 发作起来的时候非常严重 这里的条件不行 马上要去医院 一瞬间 交流团的专家束手无策 他们虽然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权威专家 但苦于身边没有医疗器械 所以他们一时间束手无策 让我来看看吧 叶浩轩走了过来 哦 好的好的 一名老外连忙让开 众人都盯着叶浩轩 希望他能创造出来一个奇迹来 叶浩轩伸手在威尔逊的身上点了几下 他的神色舒展开来 叶浩轩取出银针 然后拾出太义神针 快速地刺入威尔逊的身上 度过一丝真气 众人屏息看着 尤其是中医学院的几名领导 更是求爷爷靠奶奶的 千万不能出事 这交流团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得了的人 如果在这里出事的 真有他们好看的 过了五分钟 威尔逊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来 他啊了一声 然后睁开双眼来 他坐在地上 脑门上的冷汗大颗大颗的落下 万能的主 感谢你没有收留我 威尔逊心有余悸地 在头上划着十字架 舒出了一口气 刚才他几乎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趟 我吃药了吗 威尔逊奇怪地问 他的病他是知道的 就算是吃药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好的 你没有吃药 是叶用针灸帮你治的 埃里说 针灸 这不可能 针灸怎么可能会治我的病 威尔逊吃了一惊 他一低头 却发现胸口上 还油字插着几根银针 他目瞪口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叶昊轩伸手将他胸口处的几根银针 拔了下来 淡淡地说道 你的这个病 平时要注意饮食 不能吃得太快 否则的话容易犯病 你的心脏搭过桥 如果没有搭桥的话 我可以让你的病完全治好 不 我的病不可能出根 威尔逊激动地说 你之前还不相信我的针灸能急救 叶昊轩皱眉道 然后走到一边不再理会他 威尔逊 你不要那么固执 刚才是叶救了你的命 他说能治 就一定能治 埃利不悦地说 威尔逊仗红了脸 他是一个要强的人 其实他心中已经承认 叶昊轩皱眉的医术很高 他转身走到叶昊轩的跟前 证肯地说 叶 我对我之前的行为 向你道歉 我相信中医能治病 也相信针灸能急救 我现在才发现 我就是一个坐在镜中的亲望 我想请问 我的心脏病真的能触根吗 如果在没有搭桥之前 我能触根 但现在不行了 你心脏里面的构造已经被改变 请说我无能为力 叶昊轩无奈地说 哦 那真遗憾 威尔逊叹气 不管怎么样 我还要谢谢你 一场晚宴就这样结束了 交流团的老外们打算第二天就回国 而艾丽则是执意 要留下来与叶昊轩 探讨一下医术上的相关东西 时间还早 艾丽缠着叶昊轩 带他到处转转 他个人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可惜除了学了一口好的中文之外 其他的一无所知 他医学天赋极高 叶昊轩简单地讲解了一些中医的知识 稍稍一点拨他便懂了 叶 不如这样吧 我辞去医学学会的职务 来到中国好好的跟你学中医 艾丽双眼放光地说道 别 艾丽 我知道你非常喜欢中医 但西医同样可以造福人类 作为医者 你应该在那方面多下点功夫 西医的确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我们应该取长不短 叶昊轩说道 艾丽点点头 致使多多少少有些遗憾 夜色已经降临 整个清原笼罩在一片夜色之中 两人来到江边 江对岸五光十色的灯光 在夜色的笼罩下显得格外的漂亮 啊 你们华夏的夜色真美 一载江边处 艾丽兴奋地说道 我几乎要舍不得这个地方了 那就多留几天 反正有的是时间 叶昊轩微微笑道 江边的烧烤摊上坐满了时刻 对于华夏的夏季独有的特点 艾丽甚是好奇 虽然刚刚用过餐 但对于香气扑鼻的烤串 他还是忍不住流口水 两人在江边找了个位置 一边可以领略到江边的风光 另外还可以感受江风的吹拂 点了一些吃的 两人便静静地等 过不多时 一些烤串被端了上来 夜号宣笑道 请吧 不用客气 如果你喝酒的话 可以配上一些啤酒 这将会是很享受的 好吧 来些啤酒 夜号宣转身要了些扎皮 两人举杯痛饮 真是无上的美味 我感觉比我们的西餐好多了 艾丽赞叹道 最关键的 是这里没有西餐的那些繁琐的规矩 可以痛痛快快地吃 艾丽边说 边把自己身上那件小外套脱了下了 一袭素白衣裙下魔鬼般的身材 瞬间凸显了出来 如此一来 将周边雄性生物的目光 尽数吸引了过来 这个大羊马 好火爆的身材 周边的衣裙 穿着花里胡哨的小混混 双眼放光 看着这个油 能泡上就好了 肯定很爽 外观又一向都是很奔放的 看我的 一名机关头的小混混 臭屁地捋了一下脑袋上的机关头 然后向艾丽走去 美丽的小姐 我为你天使般的容貌和魔鬼般的身材 给深深吸引住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陪同我喝一杯呢 机关头装出一副绅士的样子 甚至还弯了一下腰 只是他内身打扮实在是太前卫了 跟绅士的形象格格不入 看起来不但没有让人觉得他绅士 反而觉得他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 感谢你的热情款待 只是已经有人请我了 所以不好意思 艾丽咯咯一笑 优雅地说 小子五百块 今天晚上这牛归我了 你另外找乐子去 机关头拿出五张红牛 拍在一号圈的面前 五百块少了点吧 叶好轩迟晓道 这小子还真没有眼光 艾丽一身气质 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人 他这种低劣的小混混 真把艾丽当作几百块钱 就能找来的妞 一千 甲马已经很高了 机关头大又痛快 他自认为自己是非常讲道理的混混 别的混混直接把这大洋马抢走了 叶好轩又能怎么样呢 一千 你在侮辱我吗 艾丽开口了 她微微地笑道 这样吧 我可以不要你的钱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可以陪你走 好 你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机关头眼前一亮 艾丽伸出修长的右腿 她的腿上套着一双白色的丝袜 素白的高跟鞋上逆尘不染 她妩媚地一笑说 刚才我踩到一坨狗屎 只要你把我的鞋底舔干净 我可以陪你一晚上 怎么样 在那一瞬间 机关头的脸色像是吃了苍蝇一般的难看 她怒道 婊子 你敢耍我 说着伸出手 向艾丽抓过去 叶好轩正要动手 却诧然地发现 机关头的动作志在当场 一动也不敢动 她的脑门上布满了汗 满脸的惊恐 只见艾丽的手上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一把半尺长的手术刀 手术刀鲜薄锋利 刀锋上寒光闪闪 正抵在机关头的喉咙处 一抹烟红的鲜血已经渗出 我这把刀曾经把十二个对我图谋不古的男人的蛋蛋切掉 那些蛋蛋现在还在我的实验室之中做标本 你想做下一个吗 艾丽微微地笑道 那笑意显得十分的迷人 只是她的话让机关头感觉到一阵冰冷 她脑门上的冷汗直流 她艰难地说道 不 不要 艾丽一收手 手术刀便即消失在了她的手中 也不知道藏在哪里去了 叶好轩一争 没想到这个艾丽身手还不错 而且做法果断很辣 与她们一雁如花的形象格格不入 如果不是看到今天这一幕 她多半以为艾丽是一个柔软的女人 他妈的 给我把这个大羊马安住 机关头一恢复自由 一时间恼羞成怒 她愤怒地一挥手 早在一边虎视眈眈的几名小混混 猛地站起来 向艾丽冲去 艾丽面色如常 依然悠然自得地坐在那里 就在第一个小混混到她跟前之时 她突然动了 一条白的耀眼的大腿猛地绷直 白色的高跟鞋正中那小混混的下巴处 小混混一声惨叫 仰后便到 艾丽这一脚力道极大 竟然将这小混混一脚踹出三四米远 踹出这一脚后 艾丽猛地站起来 双手不知何时已经多了两把手术刀 她迎着剩下的几名小混混冲了过去 手术刀在双手中变细法式的一个旋转 刷出两个漂亮的刀花 寒光一闪 切在两名小混混的动脉之上 只听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过不多时几名小混混全部中刀 而且下刀的部位又准又狠 全部是切在动脉之上 只见几名小混混伤处的血 如喷泉一般地流下来 他们捂住伤口处 惊恐地看着艾丽 他们这才知道艾丽的不凡之处 一瞬间一动也不敢动 梁九机关头才咬牙切齿地说 你们是谁 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 我只知道 如果你的伤口再不止血的话 你们的血都会流干 艾丽唯唯一笑 但她笑颜如花的表情 在几名小混混看来 却像是魔女一样 走 机关头一咬牙 然后一挥手 几名小混混连滚带爬地离开 一边惊恐的时刻们 这才惊魂实定 按赞这大羊马真厉害 一出手就把这几个小混混 给收拾住了 方才虽然将几名小混混的 某处动脉切开 但艾丽一身素白色的长裙之上 却没有沾上半点血迹 她用一张纸细细地 将两把手术刀上的血迹 擦拭干净 然后手一翻 两把手术刀马上消失不见 不好意思 让你见到我狂暴的一面 艾丽有些害羞地对着叶好轩说 不 这并不是狂暴 反而让人感觉有种血腥的美感 叶好轩笑道 她也没有想到这个艾丽 竟然有这样的身手 她好奇地问 你这一手是从哪里学来的 艾丽笑道 这是我多年摸手术刀 总结出来的刀法 之前已经有十几名 想对我动手动脚的色鬼 淡淡被切了下来 叶好轩双腿下意识地一夹 感觉有些毛骨悚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